大家好 我是大老K 温切斯特神秘屋是位于加州圣河西的知名景点 同时也被评为世界第二恐怖的鬼屋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 鬼屋就是指那些发生过凶案 而被害者的怨灵在房子里久久不愿离去的建筑 但温切斯特神秘屋不同 虽然它也有怨灵诅咒之类的标签 可最让人嘖嘖称奇的 却是神秘屋里诡异到极点的布局 以及房子的女主人沙拉温切斯特本身 不夸张地说 在美国这栋建筑的知名度甚至仅次于白宫 可话虽如此 真正完整地了解过神秘屋来历 以及背景固执的人却并不多 那么本期咱就来聊聊 这栋所谓的恐怖鬼屋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秘 19世纪中叶 美国康涅狄格州有一家名为温切斯特与戴维斯的制衣厂 从名字就能看出来 这是由两个人合资开设的工厂 而奥利福温切斯特就是共同创办人之一 话说一般的老板在自己的固有生意能持续赚取利润的情况下 基本都会安于现状 埋头赚钱 而奥利福绝不是个一般的企业家 虽然靠着制衣厂已经赚的是盆满钵满 但他依然紧盯时局 为踏出新的一步做着准备 1861年美国开始了南北战争 在战争中什么最重要 不用说 肯定是武器 话说在开战之初 南北双方都喜欢用一种叫随发枪 也叫随发式步枪的武器 和现在上个弹夹 见人就扫的枪不同 过去的步枪填弹发射的过程是相当繁琐的 需要将子弹和火药填充到枪管里 再用一根棒子压实 然后才能激发 最恶心的是 每一次发射都得重复这套动作 所以经常会发生敌人就在眼前 自己却还在忙着装弹的情况 这就很尴尬了 而笑觉灵敏的奥利福文切斯特 马上就在这里找到了发财的机会 各位一定猜到了 如果此时能发明出一把装弹更快 威力更强的武器 那势必能赚到大钱 巧的是 当时有家叫火山联发军品公司的军火商 由于经营不善 正在破产的边缘徘徊 见此状况 奥利福立马抓住了机会 他二话没说就拿出了多年的积蓄 帮火山联发公司还清了债务 从而拿到了公司的经营权 接着他以自己居住的高档社区 新天堂为名 将火山联发公司改名为新天堂武器公司 最后奥利福把原先制衣厂的机械师 本杰明亨利招来兵工厂 并要求其为老式的随发枪做升级 有人要说了 叫个制衣厂的机械师来做军火 跨度是不是有点大 大不大咱也不懂啊 反正本杰明仅仅花了鸽把月 便完成了老板交付的任务 全世界第一把连发步枪就这么诞生了 非但如此啊 这把武器的起步水平就极高 过去不是装一发打一发吗 本杰明设计的连发步枪 可以在10秒内连续激发15次 相当于山寨手机直接跨越到了iPhone 15 Pro Max 非但如此在设计连发步枪的同时 本杰明呢还顺便把散弹枪也升级了一下 可以想象的是 这种跨越式的升级 直接就让新天堂武器公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现在大家一定在想 这个本杰明也太牛了吧 别说你们是这么想的啊 本杰明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牛 既然这样 俺为啥要屈居人下呢 再加上老板奥利弗给的酬劳也没有达到人家的预期 于是本杰明拿着自己设计的图纸 一纸诉状将奥利弗告上了法庭 他想通过打官司呢 夺取新天堂武器公司的所有权 可惜本杰明终究只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 他在争权夺利这块的经验 与奥利弗相比还差点圆 事实上早在新品开卖前 后者就预料到本杰明会造反 所以奥利弗早就在暗地里将新天堂武器公司进行了重组 成立了温切斯特联发武器公司 最后本杰明的确打赢了官司 但到手的新天堂武器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了 有人要问了 那没了本杰明 新成立的温切斯特联发公司不就只能吃老本了吗 诶 此言诧异 这个世界只要出得起钱 人才有的是 实际上依靠着强大的财力 温切斯特公司的产品不停地取得突破 武器的威力一代强于一代 一时间温切斯特出品的武器几乎垄断了市场 甚至一度被称为征服西部之枪 不过随便什么事吧 它都有两面性 不得不承认 随着高性能武器的出现 事实上造成了更多的杀戮 特别是在美洲的印第安人战争时期 温切斯特的联发步枪成为了掠夺印第安人的工具 越来越多的跌血画面 给温切斯特联发公司带来了无数声讨的声音 称他们为了挣钱 造成了太多无辜生命的流逝 同时还催生了更多暴力的生成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温切斯特公司 为美国带来的贡献 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总之 奥利夫依然坐着他名利双收的大企业家 有朋友也着急了 心说这一期不是讲鬼屋吗 怎么介绍起兵工厂了呢 别急 下面咱的女主角沙拉就要出场了 沙拉呢出生于1839年 1950年时随父母搬进了一个高档的社区生活 哪个社区呢 新天堂社区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是的 奥利夫一家就住在里边 更巧的是 沙拉一家的房子呢 就在奥利夫家旁边 所以两家人成了邻居 上面介绍过啊 新天堂呢是个高档社区 不是什么人都有条件住的 说起沙拉的父亲 伦纳德帕迪啊 虽然不如奥利夫那么显赫 但也不是一般人 他呢 原本是一名木匠 因为手艺高超赚了些钱 后来就建立了一家 他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装修公司 专门呢 生产创业 门扇 并提供客制化的建筑雕刻服务 因为伦纳德特别擅长维多利亚风格的装饰 这在当时非常受富人们的青睐 所以他以此赚了不少钱 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很是舒适 话说 沙拉搬进新天堂时呢 只有11岁 恰巧和奥利夫的儿子威廉·温切斯特 严临相仿 所以两个人从小就十分熟悉 而一个白富美和一个富二代之间 本就十分般配 就这样 1862年 这对两小无猜的恋人 在两个富爸爸的支持下 走到了一起 建立了家庭 沙拉呢 也从这一刻搬进了温切斯特的家 并随了夫姓 成为了沙拉温切斯特夫人 可我还没想到 这对小夫妻刚结婚一年 温切斯特家就开始连续发生变故 1863年 威廉的亲妹妹安妮·戴 在生自己第二个孩子时难产去世 而那个刚出生的宝宝呢 也在19天后 随母亲上了天堂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安妮年仅两岁的大儿子 竟也在不久后 突然离世 这种情况 使得温切斯特一家 都笼罩在悲伤的气氛中 而两个孩子的离世 也让新婚不久的沙拉和威廉呢 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所以当沙拉在1865年怀孕时 夫妻两显得格外的紧张和小心 深怕孩子有点什么 好在经过十月怀胎 孩子被顺利的生了下来 为了纪念两年前去世的妹妹 威廉呢 给女儿起了一个和妹妹相同的名字 也叫安妮 怎么说呢 虽然威廉的本意很好啊 但这多少呢 有点不吉利 事实上 小安妮一个多月的时候 就被诊断出了销兽症 很快的 孩子就因为难以进食 导致了严重的热量不足和营养不良 没过多久 便离开了人世 此事对威廉和沙拉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好在两人感情深厚 互相陪伴着彼此 度过了很长一段痛苦的时光 那只好景不长 几年后 死神再次瞄准了这家人 而这次轮到的是沙拉的父亲 伦纳德 好不容易从丧子之痛中 走出来的沙拉又一次陷入了丧父的痛苦中 恰巧 当时的温切斯特家族啊 想要在新天堂社区盖一栋奢华的新住所 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沙拉就主动将这项工作给揽了过来 要知道 他的父亲原本就是搞装修的嘛 沙拉从小耳濡目染 多少呢 也算是有点惊艳 而随着工程的开展 忙碌的沙拉果然从悲伤中慢慢的剥离了出来 甚至啊 还发现自己对建造房屋居然颇有兴趣 总之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沙拉虽然再也没有怀孕 但一直辅助丈夫管理着温切斯特家的各项事务 生活呢 还算充实 可1880年到1881年间 终究还是迎来了他生命中最悲惨的一段时光 首先是其母亲的离世 接着呢 奥利福又走了 而随着公共的去世 丈夫威廉呢 顺理成章的继承了家族产业 哪知仅仅过了四个月 威廉就因肺结核 撒手人寰 至此 温切斯特一家团命 在十个月里啊 连续失去三个重要的亲人 任谁都受不了 沙拉好不容易复原的心 再度破碎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好的消息 那就是他一次性继承了本家和夫家双方的财产 此时的沙拉成了一位超级大富婆 作为温切斯特家族的唯一遗孀 沙拉呢 获得了温切斯特公司的经营权 以及大量的股票 不过大多数女性都对武器装备这里的东西缺乏兴趣 沙拉也不例外 于是她请了几名值得信赖的职业经理人 来打理温切斯特联发5G公司的事务 至于她自己则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离开这个留给她无数悲伤记忆的新天堂社区 由于威廉在世时呢 夫妻俩曾去加州旅游过 当地的气候与景色都给沙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加上与丈夫的美好回忆 所以加州便成了她开展新生活的绝佳去处 当然为了不至于太过孤单 沙拉呢还邀请了自己两个亲妹妹 贝尔和艾斯塔一同前往加州 至于三姐妹最终选定的城市 就是沈和西了 因为此地呢不仅风和日丽 而且呢拥有美丽的海岸线 在沙拉看来啊 没有地方比这里更适合一个需要疗伤的人了 就这样 1886年沙拉在洛斯加图斯路上买下了一个两层楼的农舍 接着就动手打造起了自己梦想中的家园 与此同时呢 这栋房子也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温切斯特之物 因为受父亲的影响 沙拉对维多利亚风格的装饰物非常感兴趣 因此呢 她经常会参加各种的工艺品展览会 买下所有对眼的物件 用来装饰自己的居所 与此同时 展览会中的各种布置与设计 也给她带来了不少灵感 她会像这些美丽的元素呢 都应用到自家的农舍中 可但凡懂点装修的朋友都知道啊 即使是同一种风格的设计 也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的 一种设计在这栋房子里好看 换栋房子就未必了 所以像沙拉这种 一看见好设计 不管3721就照搬回来的做法呢 往往都达不到想象中的效果 所以啊 装了拆拆了又装的情况 在农舍中是比比皆是 反正沙拉主打一个有钱嘛 加之对造房子以及装修又十分感兴趣 因此呢 她并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妥 可她毕竟没有受过正规的建筑师培训 导致其设计的农舍平面图呢 充斥着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不少地方啊 甚至与现实都存在脱节 面对女主人的各种古怪想法 工匠们各个眉头紧锁 但俗话说的好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 没有做不到 只要钱给够 而钱呢 又是沙拉的强项所在 所以最终啊 她的奇思妙想 都被能工巧匠们变成了现实 而沙拉对建造的热衷程度 也远超常人的想象 她几乎无时不刻 都有新的想法产生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温切斯的神秘物啊 会以如此令人困惑的样貌 以及迷宫般的内部设计 存在于是的原因之一 但沙拉的亲力亲为 和对细节变态级的要求 却在那个年代呢 显得特别不能让人理解 毕竟当时的女性 并不需要拥有自己的事业 更不用说 成就自己的追求了 再加上沙拉是 温切斯特遗孀的身份 很快就引来了旁人的侧目 而恰逢此时呢 她的妹妹艾斯塔 又因为婚姻的失败 开始用一些违禁药品来逃避现实 没想到很快就因用量过度 不幸离世 从这一刻起啊 各种流言蜚语开始慢慢涌现 有不少人觉得 沙拉之所以对建造房屋如此封魔 原因是温切斯特家族呢 受了死亡诅咒 相传啊 因为连续不断的遭遇亲人的往生 沙拉呢 曾为此向灵媒求助 后者告诉她 因为温切斯特发明的武器 夺走了太多人的生命 因此呢 这些枪下亡魂 都会回到温切斯特家索命 事实上 从安妮到奥利弗 再到威廉 温切斯特一家几乎团灭 唯一幸存下来的沙拉 害怕自己也会被厉鬼索命 所以呢 才不停地改建房屋 目的就是不让鬼魂找到她 为此 她几乎每天都会睡在不同的房间里 甚至连家里的仆人 都不知道女主人会在哪个房间就寝 又由于沙拉本人呢 从没有对这些流言做出过任何辩解 所以当时的人都对此深情不疑 究其原因呢 也很好理解 在那个兵荒马乱 缺一少药的年代 死亡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除了借助宗教来缓解悲伤外 人们更渴望与神鬼的友情交流 所以对富人阶级来说 通过灵媒与另一个世界沟通 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科学 且具有前瞻性的事物 正因如此呢 沙拉疯狂见恶 是听信灵媒之言 害怕被鬼追杀 这个解释就显得十分合理了 但不管外界怎么说 沙拉呢 没完没了的更改自家住所的行为 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一谎言 很多年就过去了 温切斯特之物 这栋永无完工之日的建筑 也吸引来了越来越多好奇之人的目光 其中呢 甚至包括了两任美国总统 他们都曾提出过 想去参观这栋 奇妙房屋的请求 不过呢 却被沙拉拒绝了 因为她根本不在乎什么总统 她只想要安静的过日子 可拒绝总统这件事本身 又让沙拉这个怪异傅太太的人设 更加的渗入人心了 周遭对她感到好奇 刻意去接近 打听的邻居们变得越来越多 可惜他们无一幸免的吃了闭门根 于是更多的流言蜚语 被恼羞成怒的人们炮制了出来 而二十世纪初的媒体和现在 也没啥两样 比起事实 他们更注重娱乐性 甚至呢 很多报道都出自于一些八卦 以及没来由的谣言 或者是荒唐的故事 显然 神秘的沙拉 绝对是记者们不容放过的目标 就这么一个 丧夫 丧子 家人呢 都陆续死亡 同时呢 又迷信 势力 疯狂砸钱 改建房子的超级富博的故事 被登上了各大媒体 自此啊 全美人民都相信 如果沙拉停止盖房子 她就会跟家人一样 很快死去 虽然 历经人生磨练的沙拉 并没有受到这些恶意谣言的影响 但却抵不住自然灾害的侵蚀 1906年4月18日凌晨5点左右 旧金山呢 发生了7.8级大地震 此次灾难不仅夺去了3000多条生命 同时呢 还造成了两座水塔破裂 大水倾泻而下 温切斯特的豪宅也受到了波及 房屋里的许多地方被严重破坏 然而 当时的沙拉呢 已经 其实 实在没有精力重新开始了 于是 她下了一个决定 修复可以修复的地方 其他呢 就不管了 而这个决定 导致温切斯特神秘屋的结构变得更为诡异起来 比如房子里有连接天花板的楼梯 平躺的窗户 打开柜子 却能连接着30多个房间的通道等等 总之 整栋房子像是个疯子建造出来的 事实上 沙拉和一般的有钱人 确实完全不同 为了建房 她聘请了许多中国和日本的工匠 在温切斯特之屋里居住 其中一部分还担任了园丁 景观师 管家之类的职务 甚至他们的后代都在这里出生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或许没有什么 但在当时 聘用大量非白人的员工 还提供更高的薪资和待遇 是极其少见的 这就让她和典型的富有的白人 产生了巨大的格局差异 1922年 沙拉因为肋风湿性关节炎 身体情况开始恶化 由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她开始向为自己工作的人们一一道别 并支付了他们最后一笔工钱 温切斯特豪宅的装修 也终于在持续了38年后正式结束 同年9月5日 沙拉温切斯特安详地在床上离世 死因是心脏衰竭 享年83岁 至于她的财产 绝大部分都资助给了早期在新天堂小区 为纪念王夫所成立的威廉瓦特温切斯特医院 沙拉去世的第二年 一对名为约翰布朗和梅布朗的兄弟 看到了温切斯特豪宅的商机 于是便花巨资租下了这栋房子 并将其重新命名为温切斯特神秘屋 他们邀请了大量的记者来参观 还以过去的那些流言 大肆地对温切斯特神秘屋进行营销 就此啊 神秘屋成为了加州圣河西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那个为了躲避鬼魂而疯狂建房的疯女人 也彻底应刻在了游客的心中 然而真正的沙拉温切斯特 却是个令人敬佩的女人 崇尚自由的她 在那样的年代 不为旁人的非议 勇敢追求自己热爱的建筑 将失去亲人的痛苦 全数转变成了各种神奇的创意 就因为人们害怕这种强大的意志与力量 才制造了那些可笑的流言蜚语 来合理化她的行为 作为响应 沙拉只是在房产周围 盖了一圈巨大的篱笆 阻挡人们的视线 温柔而坚定地活在自己的追求点 因为她想要的 从来就只是简单的生活 听完今天的故事 如果您有机会经过加州的圣河溪 那不妨花点时间 沉浸式的去体会一下沙拉温切斯特 付出心血所完成的这栋 既疯狂又惊奇的建筑 好了 本期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